歡迎回來我們還是要來看首都台北喔 因為大家都在也都關注台北啦 台北的競爭也算相當的激烈 最後一個禮拜三位主要的這個候選人 他們各自的路線他們的打法不太一樣 那蔣萬安是說他都他就攻擊陳時中 他好像眼中都沒有黃衫衫 他眼中每天都盯著陳時中 他說民進黨啊這個黑洞啦 吞噬了311的真相啦 然後陳時中說欸選舉嘛 何必要搞得這麼多仇恨咧 所以呢要辦大遊行 然後呢要反仇恨把溫暖極大化 那黃衫衫是說仇恨 仇恨是你陳時中啊 所以看起來兩邊都在罵他啦 這個要請教一下楚音 所以愛跟仇恨哪一邊可以 比較積出更多的票 我覺得這一路走來 相信國民黨跟這個黃衫衫他們的策略 很明確的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就是希望用一個仇恨討厭一個人去投票 但是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這個台北市到底你需要 我們到底是在選台北市市長 還是在爭取防疫指揮官 因為你看嘛蔣萬安從頭到尾 他最在乎的就是疫苗啊 然後311啊 那已經一再二再再而三其實都跟你講了嘛 包括這個合約你也是看過的 好那黃衫衫就更不用說了 他也是不斷不斷的同樣一個套路在講 就是跟疫情有關 但是台北市其實只有疫情嗎 不是嘛 對於台北市來講 現在的台北市最重要的是 你接下來往後台北市要是什麼樣的一個市長的候選人 可是啊 仇恨的力量比較能夠影響人的投票行為吧 我自己一直認為就是說 當然仇恨你討厭一個人 你可能希望對方不要上台 所以你可能去支持誰 但是我一直認為台北市作為一個 所謂大家都講就是知識分子比較多 然後經濟比較好的 尤其以前充滿經濟選民的 那你不是應該要更選一個可以讓台北市進步 然後往前的嗎 當然啦 我們行錯的這個這樣的一個部分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想講給基本教育派聽啦 簡單就是這樣 包括你看國民黨他現在其實就是 這是要中間票 對我們希望是中間的民眾 因為對我們來說 在之前的這個大造勢當中 雙北大造勢的時候 很多人說你這個為台灣而戰就是給基本教育派聽 其實不是 你為台灣為台北市你自己走出來 我們希望的是能夠擴大 不要只是講給基本教育派聽 如果講基本教育派聽的時候 會變成是好像你就永遠縮在自己這一塊 但是我看現在講話案的策略 包括黃晨晨 比較是基本教育派 是守在基本教育派這裡 那麼包括你看就是總會有一群人認為 台灣防疫就是做得很爛嘛 疫苗總是沒有來嘛 口罩萬七八糟嘛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算我們解釋 那他還是覺得裝睡的人叫不行 所以對我們來講也許你走一個正面的選舉是辛苦的 但是應該是可以讓更多關注台北市的 反而有誇張性 對 所以這是我們最後的選舉 所以禮拜幾要辦大遊行喔 20號要辦大遊行拜天 對對對 所以感謝讓我們置入一下 因為這個事實上我覺得他不是只是為了選舉而走 事為別緊張等一下也讓你置入 對他其實是為了你 為於對了更好的台北 你要有一些想法跟想像 對而不是說只是局限在仇恨啦罵人啦 其實真的啦 韓國瑜講一個好就是選舉不用選的這麼不開心啦 最歡樂的就是韓國瑜了 是 所以我自己也認為對沒錯 所以選舉選得開心一點 那麼台北市也可以開心一點 不要就每天在那邊罵人 然後呢我們就講說你們不要再用一張圖 然後用一張什麼這個看圖說話 然後就來抹黑 那講你們抹黑你們又不相信 抹黃 但事實上台北市的選舉可以真的 大家開心一點 好啦那我們也同樣開放世衛 看起來就是比較擴張性不足會不會 對剛剛竹瑩講的 我必須這樣子講齁 你講說仇恨值 我請問 當時在講陳時中仇恨值最高的 最早的是誰 林佳龍 那時候民進黨還沒有提陳時中 林佳龍 這一個前部長一直講說要選台北市的時候 他跟黨中央講說如果提陳時中的話 可是後來他就沒有仇恨了 變成蔣萬安在仇恨 很抱歉 那我請問 民進黨不要有口說白人 沒有口說自己 稍微想看看 媒體人在評論一個無辜的一個女性的時候 你陳時中那時候有出來做譴責嗎 甚至於講說那個民進黨 甚至於媒體人在攻擊慈濟 是中共同路人 中共自己人的時候 你陳時中還上他的節目 你還在旁邊搗算 這個倒頭路搗算 那我講坦白 陳時中 這一個出來了之後 好啦 那你對於這一個疫情的過往 你都沒有說清楚啊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會不會 藍營現在覺得說 我其實只要這些顧好盤 我也不需要去外面擴張 No 這樣子就會贏了 不是這樣子 選舉就是最多票的人贏 你今天不只要顧手基本盤 當然你還要能夠博取 中間路線的一個認同 我就講 疫情這一個事情 它是不分藍綠的 我相信很多台北市民他都要知道 陳時中的仇恨值 高達一半左右耶 所以說你今天講說陳時中過去 在當防疫指揮官的時候 你的這一個團隊 蔣萬華是疫情的破口 好了 我們要看下一張了 你的置入時間一到 請教一下監會啦 那最近還有一個爭議啦 就是說蔣萬華的矽骨經驗 你判斷這個事情呢 因為蔣萬華說他是矽骨的新創律師 那可是被好多教授揪出來說 恐怕有碰轟之嫌 但是蔣萬華就說我又沒有違法 你判斷這個事情 會有什麼樣子的傷害嗎 還有就是說 到底藍營是不是固守自己的 也就會贏了 所以比較不需要去外面 搶更多的中間游離選票 我先回來回答一下 蔣萬華是不是真的只要固守基本盤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你要選一個城市的一個市長 你必須要帶給這個城市 是一個快樂希望或是有願景 不然的話呢 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要選你這個市長呢 如果你每天你這個市長候選人 都是要帶著仇恨 帶著憤怒 那你選上之後 其實你的心態也是這樣嘛 你怎麼會給這個城市 有一些希望跟願景嘛 那所以就是 你說那些國民黨的 或是說好黃珊珊來講好了 他們一直在炒作所謂的一個仇恨值 或說疫情防疫不好或是怎麼樣 然後現在講完還在講什麼什麼 三加十一 但我想要問一下 十一月底或是最快十二月 口罩都要脫了 對 現在大家都已經要出國了 大家還想到三加十一嗎 兩年前的往事 對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一直活在過去 我覺得人要一直往前走 你一直在活在過去 其實對你沒有什麼好處 那是市民的痛 那是人民的痛 對 但是你居然在去問問看 其他的人 大家都想要知道真相 你再去問問看其他人 我現在大家應該是想說 什麼時候要出國了 對 飯店都已經滿了啦 好 那我再回到一個 矽谷的這個事情來講 因為講完還一直在講說 我很棒 我在矽谷做些什麼事情 可是最早其實踢爆他矽谷 這個經驗不實 其實是炒新陳農事長 對 因為他說我們聯電跟這個 剛以前在律師事務所合作過 所以大家才知道 原來他的矽谷今天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我猜講完還應該是 沒有想到說 我當時矽谷的經驗被人家拿出來這樣講 被人家踢爆了 所以我覺得說 你一直在炒過你的矽谷去也可以啦 但是你要說